总算是上来了 这个驾驶是太小了 带了一个面包上来 然后呢 这里有昨天没有喝完的开水 今天早餐呢就是这一个面包 起来的太早了也没有弄早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半仙 最近呢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小秋妹啊 也是一个网红旅塔的司机 然后呢据说是从塔头上面摔下来了 对此呢作为一个同行 我表示很同情 为什么同情呢 因为呢 大家都是同行是不是 都是干的这个职业 但是呢好多朋友呢表示谴责 当然呢我也表示谴责 好多人都说咱们上班开塔雕 就认认真开塔雕 趴塔雕那就好好的趴塔雕 不要拍什么视频发什么抖音 大家都是干工地啊 都是开塔雕 本身工资呢不高 想拍点作品啊 获取一定的收益 这个在我看来都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呢咱们得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对不对 你们总是说 爬塔雕的时候拍视频很危险 当然呢像小秋妹那样子 爬塔雕拍视频 确实很危险 刚才呢我上来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是用的什么拍摄 咱们的拍摄工具呢 不是手机 不是这样子拿着手机拍 不是拿着手机拍 咱们的这个设备呢 是直接带在头上拍 你们看我拍的塔雕视频呢 都是用这个玩意儿拍的 完全不影响 我爬塔雕的时候 该怎么爬还是怎么爬 不像他们啊 一只手抓着那个梯子 是不是 然后一只手这样拿着拍 大家看一下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不危险吗 这样子确实危险 况且呢是对于一个小女生来说啊 爬塔雕 她本身她的手的比率就不够 是不是 本身没有咱们男生爬塔雕 这个那么有劲 一只手这样吊着 然后一只手这样拿来拍视频 真的很危险 所以说表示一定的谴责 同情是该同情 你们可能会说啊 爬塔雕就好好爬 带这个拍也不好 那你们应该看过什么极限运动吧 登山 骑行 或者是游泳 还有那种高空跳伞 人家都是用的这个玩意儿拍 那个不危险吗 那个比咱们塔雕司机危险 不知道多少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完全不影响咱们正在干的事情 比如说爬塔雕 比如说跳伞 比如说高空跳伞 完全不影响 这个设备呢 可以带在肩膀这里 可以挂在脖子这里 也可以带在胸口 也可以这样绑在这个手腕上 还有呢 就像我刚才这样 带在头上 放在不同的位置呢 获取不同的视角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完全不影响你正在干的事情 你放哪儿 它就自己拍你的 你两个手呢 是完全不用拿着这个相机去拍的 爬塔雕为什么不系安全带 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安全带 你知道什么是安全带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 安全带 它是在你某一处固定作业的时候 把安全带 比如说挂在这里 挂在这根杆上 你在这里作业 防止意外发生 坠落的时候呢 这个安全带可以把你拉住啊 因为安全带套在你的身上 另外一头呢 是栓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防止你不会掉下去 那咱们爬塔雕的时候呢 怎么使用安全带 我爬一步 把这里取掉 挂上来 我再爬一步 再把这一步取掉 再挂上去 这是不是无形当中 增加了发生事故的几率呢 当然呢 还有一种更为先进的东西 叫防罪器 可是你们没有干过工地的人 你们有多了解这个防罪器 它的普及 开了这么多灯塔雕了 之前一个视频我也说过 差不多开了十年了 没有见到过防罪器 见到过一次还是坏的 根本就没办法使用 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塔雕司机吗 这是在工地 工地上的安全管理 安全员他们的责任 防罪器是我们塔雕司机 要都要不来的 你们知道吗 每到一个工地我就会问 可不可以配一个防罪器啊 没有 人家都不带那个玩意儿 你带那个玩意儿干什么 那么娇气啊 爬个塔雕还要带防罪器吗 还要挂安全神吗 人家能干为什么你不能干 不能干 滚蛋 没错啊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这个东西不在于我们塔雕司机的 我跟你说 还有下雨天 好多人认为下雨天塔雕司机 是不用上班的吧 对不对 规程啊 安全操作来说 确实下雨天 咱们就不能上塔雕 不能开了 不能操作了 但是有几个工地 是按照你那个什么 屁的准则来执行的呢 人家下雨天能上塔雕 人家能干你不能干 滚蛋 对不对 塔雕限中两顿 让你掉三顿 你掉不起 人家掉得起 人家把纤维器拆了掉 能干不能干 你掉不掉得起 掉不起滚蛋 我们怎么办呢 你滚蛋吗 房贷车贷家里面还得娃娃 还要喝奶粉 对不对 你滚蛋了 谁能挣钱养家呢 对不对 很多东西不是靠嘴巴说说而已啊 大哥们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大家看我的视频有这么多啊 出来顶班这么多工地 哪一次你们看见塔雕上面有安全带有安全绳呢 有防罪器了 都没有吧 有的话我能不拍出来吗 我就算是为了播放量 我为了素材我也会给拍给大家看的呀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啊 我不能画饼冲击凭空想象吧 拿不出来的东西怎么给你们看呢 多少工地了 你们自己说我拍了多少塔雕了 有没有安全绳 有没有防罪器 那好多人说呢你为什么不自己配一个呢 配可以啊 我得找到一个长期开的塔雕 我以后一定配备 但是我现在到处顶班 你让我买一个防罪器买一个安全带 我本来给人家顶班顶一天 我上去的时候 我把那个防罪器背在身上 安全带拿在身上 然后我上去把防罪器挂好了 我再下来 然后背着安全带再爬一次吗 那我拿着安全带 拿着防罪器上去爬那一次 那不危险吗 这些东西不在于我们拍视频的这个作者 拍视频的塔雕司机 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 没有的东西给他拍出来了 为什么说我们不规范呢 这是我们不规范吗 还有什么安全通道这些 搭的不规范不合理 那是我们的事情吗 那是工地上的事情 难道我们塔雕司机要拿个搬手 我们自己去搭一个通道吗 人家都能过 人家都能走 你不能走 滚蛋 是不是还是这个道理 回到这个话题 有些工地呢 甚至不给你搭这个安全通道 之前有一个工地 大家也知道 把这个安全通道全部拆了 这样子过通道不安全 让我们从塔雕最底下 爬到最顶上 我真不知道 它是猪脑子还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做一些措施 做一些改变 不从我们塔雕司机的这个角度 出发考虑呢 矮的塔雕呢 三四十米 高的塔雕 一百多 两百多 三百多米的都有 不搭那个过道 不搭这个通道 让我们从对底下 往上爬 你知道人的体力 是有限的吗 爬最开始的几节 或者十几节还好 那爬到中间 或者爬到最顶上的时候 手臂酸了 腿也酸了 脚也酸了 我爬不动了 很容易出现意外 这些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过 还有啊 一百多米 两百多米 有那么长的防罪器吗 安全通道拆了 也不给我们配备防罪器 还是从底下这样 不带安全带 直接从底下爬到顶上 安全吗 大哥 你们想一想 安全吗 再有就是下雨天的时候 从底下爬到顶 好几十米 上百米 下雨天本来 那个扶梯 是滑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 这个道理 下雨天也得上班的 还是从底下 一直爬到顶上 爬十米 出现的概率 高一些 还是爬一百米 出现的概率 高一些 所以说这些东西不在我们 我是希望啊 所有的工地 都能严格 执行这个安全政策 把安全搞得好 把防罪器 安全带 全都给咱们配备了 我是一点都不嫌麻烦啊 我觉得命重要 我现在有家庭了 有孩子了 我还有车 有房 对不对 我还有存款 我不想这么年轻的 就把命搞没了 我还有几十年呢 是不是 我还得养家呢